感谢观看 那么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讲几个事情啊 最近有几天没有出视频 是因为去搞了那个战第一啊 那么有时间的话是会给大家直播的 此外有关于我直播录像的问题啊 因为有些小伙伴看到了我的航母专场啊 是说我在我直播的时间段啊 他没有办法过来看 那能不能让我上传一下直播录像啊 那A君当然是很乐意啊 但是呢 经过实测优酷那边是上传不了啊 不能说上传不了 上传完了之后优酷会由于我的这个录像时间太长 会导致这个录像文件 它是只能以高清的格式播放 也就是说在我本身720P的基础上 再一次压缩画质导致很多小伙伴 在那个我的优酷空间上面看我的直播录像说太糊了完全看不清啊 那这样的话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A君的B站空间啊 之前的话也是在呃从大概250多期开始 A君的视频是会上传到B站空间的 那么啊 之后有 我觉得当天打的比较不错的航母专场的直播录像 A君会放到B站的空间上 那么优酷这边呢 A君就不上传了 啊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因为优酷这边上传上去真的是太糊了 完全看不清啊 B站空间的话 大家呃 在B站里面直接搜索A君就可以找到我的空间 好了 那么让我们聊会场内啊 这一把的话虽然是航母军 但是几方的征服者是带了一票子的德梅姬 然后啊 再配合几本 自己本身的高防控啊 基本上是不需对面的中路导致 好 这边看到了对面的米诺涛啊 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啊 几方这艘征服者啊 从头到尾基本上没有掏出过AP弹啊 应该是没有掏出过吧 呃A君之前看了一遍好像是没有掏出过AP弹啊 嗯 那么 我们之前A君出征服者的视频攻略的时候 也有小伙伴说啊 A君采用了那个自己打的那个素材 是完全没有体现征服者的高点火机率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 纯A系一流的征服者是有多么的强悍 因为本身我们没有阻地滴 并不需要前期 前压去帮几方的滴滴打对面巡洋 因为啊你不知道几方第一的智商 啊 好了那么这边的话 几方的西云是直接拉烟 不过我们家的德梅一瞬间接上一个雷达 导致对面的 嗯 他是刚才是配我们一轮HE给秒掉了 啊 大家可以看到征服者HE的伤害啊 只中了三发HE就达到了4000左右的军伤 这个伤害也是非常恐怖 呃呃这里稍微有点点小卡顿 嗯 呃 此外我们的征服者是拥有着高HE穿透几率 呃也就是说我们的419炮是可以强制贯穿 阴战的侧甲的啊 嗯 关于有没有能不能打出核心 也就没有具体试过啊 不过四五七炮是可以打出来的 也就在训练坊里面试过了 好这边看到了敌军的这一组渔烈机 想要找我们玩饭 不过不好意思兄弟 咱们家德梅基在旁边 你卖门啊 下来 好一组都没有投下来 不过这一轮甩侧甲很有可能被13公里的门拿拿爽 好这边是直接给门拿拿挂上了一团火 外加呃 九千五的HE直伤 啊这一轮HE 对面的门拿拿AP会比较疼啊 直接两万 嗯 征服者在这个距离上甩侧甲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是呃 要考虑你是不是该卖这一轮血 因为征服者的核心区 诶君也之前也提到过了 征服者的核心区是很难打出来的 因此的话你在对于对面战略剑卖侧甲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血量还充足并且大宝剑还在的话 是完全可以放心啊 这边可以看到右上角对面的大拿并不敢交损管啊 或者说损管被逼掉了 这边还是在烧啊 那美滋滋啊 伤害直接飙到了两万 啊 啊 好 那么我是镜头往上抬一点 对面的大拿是直接外切走了啊 这边再补一轮HE上去 好的 貌似火烧完了 哎 两发 关了两下 但是没有起火 比较可惜 敌军的米罗陶貌似是觉得自己应该死卡在B点啊 那不走 那没办法 现在我们还没有空去管他 啊 先老老实实的烧我们自家的战略剑是吧 啊 倒嘴边的肉不吃是傻子 啊 警方的一阿华 可以看到一阿华在这种距离上面甩侧甲 这就是直接奔着三万血去了 基本上B出核心啊 征服者就不一样 征服者这刚刚一轮啊 可以说13公里对于一阿华甩侧甲 一阿华应该是已经被秒杀的节奏了 但是我们征服者只掉了两万血 这就是水下核心区啊 啊 啊 不对 确切的说 阿华和门大拿是水线核心区 而我们的阴战这一整条线都是水下啊 潜水的核心区啊 啊 确切的来说大拿是很有可能在甩车甲的时候被出一轮核心的 而征服者啊 概率要比大拿小很多 这边又是一轮两八火 啊 对面大拿简直热了狗 看一下右上角 哎 叫孙管了 那不好意思 孙管期你马上就过了 来 哎 这大拿再被中出一轮 下去敌军的德明英是卡在C点的这座山后方 哎 看一下 好的 一把火 我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轮 啊 对面大拿直接对我们的侧甲甩了一轮AP 这轮AP也可能会比较的 有可能疼 啊 直接换一座炮塔 不过1350完全不痛不痒 好 那么只剩三座炮塔了 我们再来一轮啊 三号炮塔还没有维修完成 啊 这边对面的中路导 想鱼的鸡又来想来搞拨事情啊 不过啊 很可惜 又是一把没投下来 一颗都没有投下来 好 再起一把火 对面的大拿又是一轮AP 但不过打的不是我们是鲁文 一万四的血量啊 这个血量的话 有概率烧死 啊 几方的话是完全放弃了A点啊 是直接奔着BC两点过来的 那么烧死大拿以后 我们把这个德名给敲脚就可以了 啊 这个打跨山的目标 征服者还是稍微一点点蛋疼的 因为征服者没有侧甲甲 这个距离上面 军如果是门大拿的话 肯定是开启侦察机打了 不过敌军的德名音 没有涂装啊 没有棋子 应该是个 猛星啊 好了 大拿顶着一堂火 烧死 顺带拿到了纵火犯拯救 对面的德名音 依旧在这个位置上 那因为这座三比较矮 我们能够看到德名音的指挥塔 所以他德名音的位置 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如果这一座三在高一点的话 对于我们征服者来说 盲烟 盲三号的目标 还是有一定点小难度 因为没有侦察机 我们没有办法确切判断 对面舰船的位置 只能依靠小地图来盲射 这也是征服者 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 其实征服者 完全是可以装飞机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中间 烟囱中间这一两块 尸体就是在这里面 装上了飞机 但是我们征服者 在这边 居然放了两个救生艇 就是有点 无法理解 好 这边再帅 对面德名音音论HE 好的 又是一把火 这德名音其实防空已经废了 刚刚我们一轮上去 第一轮是坏两个防空炮 后面每一轮上去 都是坏三四个防空炮 德名音的中圈防空 应该是已经被我们洗得差不多了 并且的话 顶着两团火没有损管 再补一轮HE 基本上就可以妥妥地带走 可以看到我们身负者是上了 顾住一致的技能的 因为刚才我们的射速是 能够提升到了23秒钟左右 没有升大宝剑之前 好 几方的中诺桃强拆 米诺桃成功 米诺桃其实在没有 后续没有防空技能支援的情况下 在这种位置上卡山 如果说你面对这个中诺桃 那简直就是做死 两轮 两轮剑爆 中诺桃不迭到他 两轮剑爆直接让你防空全部废掉 然后一组云地刷你走 当然中间的米诺桃 如果没有卡好的话 也可以由我们征服者来洗 像德眉音啊 还有米诺桃啊 这种被我们征服者的HE 一旦砸过那么几轮之后 基本上防空就相当于 被中诺桃剑爆砸完了一样 会掉个百分之三四十左右 好 敌军的斐射大帝和马达拉 都进入了脱刀姿态 几方的航母师也并不能给上 看一下对面的这两几艘 战略剑纯不纯了 如果他们持续开火的话 我们是有机会进点 一边战略点 一边把他们直接给洗死了 好的 当然又是一团火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我们的征服者 依然对自己的二剑 不感什么兴趣 从头到尾 二剑是抠掉的 AP 什么玩意儿 我不打 这么强力的HQ 我为什么要打AP 好 当然好像是交过损管了 不过这一轮又是没有蹭到火 好 几方的西云直接给烟 啊 不错 这一轮我们是侧甲甩得比较正 啊 好的啊 只掉了一弯血 然后斐测大地这一轮全空 对面大男貌似是 有可能点过防火啊 这样几轮上去都没有着 不过吃你点过防火也没用 因为你的甲板对我来说 啊 通通都砸着穿啊 并且的话点火几率都是概率满上 好 这一继续砸啊 继续砸 几方的中路导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小地图上可以看一下 三组剑暴和一组鱼类机 已经是奔着对面大拿去了 好 我们这一轮开斐特列 然后看一下对面的大拿 哎 这个剑暴没有砸吗 砸了 大家看一下 多少血 我直接给秒了 我的天 三万血大拿 直接给秒了 好了 点也拿完了 这边斐特列大地也烧得差不多了 我们差不多该往前走了 这边还剩一个海王星 一个门大拿 再加一个斐特列 斐特列这个位置 基本上是回不来了 我们再甩一轮H 准备直接拉走 看一下我们征服者 应该不会选择绕大圈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绝对性的优势 直接前往B点中间吃肉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好了 敌军的鱼猎机又是来搞事情 不过我方的西云旁边应该是有个压滑的 哎 这压滑防护不太够 不过单组鱼猎机想刷死西云还是有点困难 好的 看到了对面满血的大拿 不慌啊 咱们先把到嘴边的肉 这个还剩七千血 六千血的斐特列大地先给收了 然后再掉过头 来料理这个九万血的大拿 好 一轮再见 一轮HE纸伤直接带走 好 中间看到了一个海王星 其实面对这种鹰血 我们征服者在这种角度上面 直接切HE砸也是可以的 伤害完全不会低于AP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轮HE大上去 有点打脸 有点打脸 它只有七千血 那就当是一轮打歪了的AP吧 好 我们家的德名一距离比较近 看一下它能不能转过来直接给开一个雷达 但是它是要冒着被对面的大拿揍的风险的 这边再一轮甩大拿 中巴巴不起火 好的 我们家自己家的德名叫回来 帮忙开一个雷达 敌军的话事业已经是全丢 七云由于太想去骑中路岛 是直接被中路岛的剑包直接砸死 这是真的活该 但这个位置上其实最好是来轮AP 不过来不及了 直接一轮HE砸上 然后再甩一轮比斯曼 这个距离上其实我们是可以切AP 因为几方的德名雷达马上就支援到了 这一轮AP弹我们可以有这个海王星好受的 不过我们的征服者貌似是 坚持要一路HE打到底 和行吧 现在已经是20万伤了 海王星出来了 来一轮 好 启发7000左右的伤害 几方的中路岛好像是在刷那边的大拿 那大拿应该是不用管了 这两组剑包是直接拖拖的死 这边我们再看一下海王星 一万学 来来来来来 你觉得我们HE对你是没什么威胁的是吧 来来来来 好 来 再来一发 7000左右 好的 比斯曼的话 其实可以交给喜方两个德名雷去搞 因为德名雷的剃头 比斯曼的380是打不穿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咱们悠悠的在这边洗这个中途岛就可以了 中途岛87毫米的甲板 我们的419炮 偷偷的穿 不跟你讲道理 一轮上去 五 七 八 一万五 一把火 爽 好了 现在已经是25万伤 该拿的熊权都拿了 下面的话就是本场比赛的差不多要结束了 垃圾时间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 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烧死中途岛 这一把就完结 成功的是抢到了中途岛的人头 再来两把火爽 一弯血 然后中途岛把他把一副刷死 然后我们的队友稍微补一轮 再收个人头美滋滋 好了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HE 哎 直接烧死了 HE都没到